最近结束的南美诗玉赛 通过这场比赛 我们渐渐发现 梅西可能真的老了 当年那个过人如麻的阿根廷小跳蚤 终于也在时间的防守下 渐渐体力不支 本场南美诗玉赛 阿根廷对阵厄瓜多尔 梅西一脚圆越弯刀的任意球 直接破门 帮助阿根廷1比0杀死比赛 随后 在第89分钟梅西被换下 他亲自将队长秀标 带到了老友迪玛利亚身上 并迎着全场的膜拜 走下赛场赛后接受采访时 梅西直言自己感觉累了 主教练斯卡洛尼也赛后坦言 是梅西主动要求换人调整 否则我也不会把他换下 大家回顾一下梅西的赛程吧 最近一个月 梅西一共踢了12场比赛 平均三天一场比赛 其中还有数个超长加时和点球大战 更可怕的是 这12场比赛一场没输 梅西总共打进12例进球 5个助攻 3个直接任意球 甚至还带领垫底球队 拿下一座冠军奖杯 要知道 梅西已经36岁了 多少球员已经退役的年纪 而他不仅保持着底尖竞技水平 就连出场率也是遥遥领先 就算他是球王 那也是血肉之躯 遥想上一次 梅西应被换下上新闻 还是在恩里克时期 一晃十年过去了 只是这一次防守他的时 老去的岁月 前面 去年纪 导演 快乐